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五月份的主题单元 今天我们要聊的事情是 你是不是常觉得天蝎座就是 臣服很深 心机很重 处女座就很龟毛 双子座就很花心 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就是 十二星座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那么其实这些我们常有的既定印象 那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给大家开心的一个定义 那么每一个星座 其实不见得是你真的想的那样 原因在于每个人的个性 并不是那么单一 只有一个星座 不过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 或是注意的 但没有想过的十二星座的特色 那么请大家参考自己的什么 太阳或是月亮星座 当然还包括你身边人的太阳或月亮星座 那我们现在聊聊的是 基本星座 基本星座它其实就叫做启动星座 包括了白羊 巨蟹 天秤 还有摩羯座 为什么叫启动星座呢 很简单 因为它们是属于四个季节 春夏秋冬的开始 一个季节的启动 所以其实这四个星座的本质上 是喜欢的怎么样 开始 开始一件事情 或掌控一件事情的开始 比方说呢 今天老板要去派人呢 去这个开发新的市场 或是外派到某个地方 先搞一个办公室 那么呢 就非常非常适合呢 找这个启动星座 基本星座的这四种特质人去 他们很擅长 别人不敢去的时候 他们就先去 先去打头证 先开个头 后面给别人做 那么这四个星座 既然有一种喜欢掌控大局的特色呢 自然而然呢 他们个性也会有一些 你可能要留意的一些部分 首先聊到这个白羊座 白羊座呢 就是很喜欢开头 什么事情呢 在热头上 有兴趣的时候就马上做 白羊座常常给人感觉啊 就是很冲啊 很凶啊 很勇敢啊 其实我告诉你 白羊座非常单纯 他们的思考简单 而且不喜欢复杂 然后他们的勇气呢 我往是来自于速度 就是所谓的这个 出生之毒不畏虎啊 当你很快的时候啊 想都不用想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 如果你今天要一个白羊座啊 左思右想 想清楚搞明白 他们就不勇敢 那当然呢 因为白羊座它的耐性很差 然后呢 这个比较喜欢简单 直接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呢 哎 蛮多白羊座的傻子哦 你不要看他们很精明 在白羊座的 朋友里面啊 我发现他们常常在爱情里面呢 就傻傻很天真 因为他们真的觉得 别人想的就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觉得 白羊座 那个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就是 其实他没有想的那么可怕 很孩子气 很单纯 好不好 请你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思考 跟他们对话 那么来看到巨蟹座 巨蟹座呢 平常大家都会觉得 他们非常感性啊 照顾啊 包容啊 其实你不知道 巨蟹座他们其实蛮会操控别人的 但是我自己指的操控呢 不见得是说自私啦 而是说他懂得掌握大局 但他掌握大局的方式呢 是用什么呢 感性 用感性的方式这个说服你 比方说他开公司 他呢可能会先找好朋友或者家人 来来来来 自己人自己做 因为有家人的关系 或是自己人的关系存在 他可能就比较怎么样 好做事 比方说 Sophia 那个谁谁谁都来帮我咯 我觉得身为好姐妹的你 应该来帮我一下吧 这件事情啊 由我们三个一起做一定会成 用一点人情的方式 你就觉得不好意思 那么这个巨蟹座呢 通常都很照顾自己人 那可是呢他们不见得对自己人呢 好脾气 特别是家人就知道了 可是如果他非常需要你的时候 特别是外人 他对你会真的是超级好 超级好 所以你可以留意看看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呢 当然你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啦 再来是天秤座 天秤座呢 大家常常会讲说 哇天秤座就是犹豫不决啦 很难做决定啊 三心二意啦 错 我告诉你 天秤座其实呢 很有主见 他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通常 不知道自己 做哪个决定的时候呢 都是有其他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呢 他希望你参与 别人参与 比方说吃饭的时候 就两个套餐 对不对 A或B 他可能觉得A也不错 B也不错都可以 那他会想说 那如果对方选了A 那我就可以选B 这样我们两个就吃得到啦 那所以他就不先选择 让对方先选择 或者是等待对方选择 然后看看对方选择完之后 他可以补一些什么是对方没有的 那他非常享受 那有跟另外一半互动啊 讨论啊 互补的感觉 所以不见得是他不能做决定 第二个呢就是 如果他真的不能做决定 就是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状况 他觉得很OK的 比方说呢 有些朋友会跟你抱怨 男朋友女朋友不好 对不对 一直抱怨 然后呢 又不离婚 然后呢又不分手 为什么 其实 他们还是蛮需要 蛮依赖这段关系的 只是抱怨一下 你听听就好 不要太认真 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把尺 再来是摩羯座 摩羯座呢 大家会觉得 哎呀很无趣啊 这个很很硬啊 其实摩羯座有两个特辑 你们可能不知道 第一个就是 他们还是有幽默感的哦 我发现啦 摩羯座呢 讲一些黑色幽默啦 或者是呢 有时候讲一些 嗯 黄色笑话啦 还蛮好笑的 只是他不见得表现出来 他们也擅长嘲讽别人 第二个呢 摩羯座呢 看起来很硬 其实他们非常的害羞 容易受伤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所以呢 如果他们很害羞 很怕受伤 没有办法呢 哎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装严肃 那最简单的保护色 缩到自己的世界里 让他们可以 这个享受孤独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给他们一点送暖 就是赞美他一下 鼓励他们一下 其实他们会蛮爱你的哦 那另外呢 我觉得啊 摩羯座也是一个 相对小气的星座 很多人说金牛座小气 我个人认为啊 摩羯座它也是蛮小气的 但是这不是一个 不好的这个批评 而是摩羯座它非常需要知道 它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 所以它很重视CP值 如果它对你是很大方 你没有感觉到摩羯座小气 恭喜你 你一定是摩羯座身边 非常重要的人 不然的话呢摩羯座呢 它可能并不会呃 这么的大方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 如果你的太阳会月亮 在固定星座 包括金牛 这个狮子 这个天蝎跟水瓶座 这个固定星座啊 它是在四个季节的中段 所以呢季节的气候是非常稳定的 春天就像春天 夏天就像夏天 秋天冬天就像该有的样子 所以他们的特质就是稳定 稳定的反向就是不改变 所以他们很不容易改变 不轻易做一个决定 但一旦做了决定呢 就不会轻易放手 是这个族群 他们很大的特色 他们为什么不容易改变 因为他们不喜欢失控 他们希望事情都在他们的预期里面 比方说你会跟这些朋友去吃饭 你会发现 他们每次都说我要换新餐厅 我要来点新的 最后都点旧的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吃的东西 他有把握啊 那其他的尝试可能偶尔一下 但是尝试之后觉得不喜欢 不舒服 钱花的不值得 他就觉得还是按照旧的比较容易 那么这几个星座的特色呢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第一个金牛座 金牛座我们常常都觉得它温温的 对不对很温和 慢热 没错 但是我觉得金牛座往往也是什么呢 也是呢 这种阳奉阴违 口是心非的族群 比方说大家会说 我们这一次就怎样怎样 每个人都要这样做 每个人都要来出席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学校或者是公司的同乐会 圆圆会大家都要来 金牛座可能就 嗯嗯嗯嗯嗯 他的嗯嗯不是说他要来 他是说我听到了 然后到那一天你发现他就没有来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来 他的决定早就存在 可是他不见得会说出来 这是我所谓的阳风阴违 就是你以为他好像应该是参与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想参加 他不见得会来 他是有主见的 再来就是呢 口是心非 因为他非常喜欢呢 维持在一个舒服的状态里 也不要有太强烈的冲突 比方说呢 今天他就想要跟男女朋友看电影 可是男女朋友要出去玩 然后呢可能两个人在讨论上呢 不这么开心 他可能会说 好吧你要去就去吧 其实他一点都不希望你去 可是你去了呢他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他的那个表达 口是心非的方式就是 他其实很希望你不要去 这是精油座 你可能要观察他的地方 那再来是视作 视作呢 当然大家都很理解啦 他们很重视面子啦 很喜欢被赞美或是鼓励啦 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视作有几个重点大家可以留意 第一个就是 他们其实很懒 如果呢不是因为工作或生存或必要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假日里面很喜欢睡觉 我有好多视作朋友 他们的那个睡眠的时间呢 都是异于常人 然后呢再来就是呢 他们没事的时候就喜欢 在沙发上看电视 躺在床上看电视 他们很喜欢放懒的感觉 这个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视作的特色 另外呢 有的时候视作的记忆力不太好 因为他们会选择重点来记得 他如果对他来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他一定记得 可是有些事情对他来讲不重要 他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当你得罪他是不重要的事情 他们其实可能挥毁就忘记了 但是重要的事情当然就要小心喔 所以视作还是蛮宽容的 那再来是天蝎座 天蝎座大家会觉得他们 幸福很深啦很会计较啦 其实这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 如果什么事情都觉得很顺 对你自己很好 没有威胁 对不对 你怎么会想要多去算计呢 当然你可能欲望比较多 想要占别人便宜也是有的 可是我发现啊 天蝎座呢他们其实呢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呢就是 当他们真的爱一个人 或者是很喜欢你这个朋友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掏心掏肺 非常的热情 而且非常的忠诚 有的时候忠诚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比方说呢 我可能跟这个天蝎座朋友有些小冲突 那天蝎座朋友他并没有在意 可是天蝎座就跑来跟我讲喔 我觉得你对那个谁谁这样子很不对耶 他就来帮他的朋友来讲话了 他非常讲义气 再来呢天蝎座呢他可能很喜欢独处 因为独处的时候呢 可以让他去隔绝到外在对他的一些威胁 他并不是真的喜欢独处 只是他对外在太敏感了 所以你发现当天蝎座他想要独处的时候 其实他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喔 这是天蝎座的一个重点 再来这是水瓶座 水瓶座呢大家常会说很怪异啦 特立独行啦 但是其实水瓶座在工作团体里面 他们超合群 他们很友善 在工作环境里面 他们其实是蛮好的伙伴 但是呢水瓶座有个特色 他们非常希望他们在团体里面 还是能够得到注意 被注意被肯定 所以他会不时的做出一些些的 让别人可以注意到他们不一样的小动作 比方说呢 可能大家这个女生们大家去联谊的时候呢 对不对 水瓶座他就会穿得非常的吸引人吸睛 或者是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动作 让大家很容易注意到他 因为他不希望他自己呢很平凡 但是他又希望跟大家在一起 这是他的矛盾之处 不过呢如果水瓶座朋友呢 你是一个很容易被老板摸头的人 我也看过很多水瓶座啊 会被老板呢这个操得比较辛苦 就是一直在加班 把很多事都做得很好 这个是水瓶座可能呢也要注意的地方 那总之啊固定星座的朋友 你如果要跟这些固定星座相处 很简单就是要知道他们的界限在哪里 这个族群是要顺着毛摸的 你只要不要彩线 你绝对可以跟这四个星座相处愉快 最后呢我来聊到的就是呢 这个太阳卧室月亮在变动星座 包括了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变动星座呢是在每一个季节的尾端 所以他们的气候就变化了 比方说春末就会有春天跟夏天的色彩 所以这个族群啊本质上就是矛盾 你在他身上可以有矛盾的状况 不合理的状况是非常正常的 你要习惯这个正常性 那么厉害的变动星座 他就可以穿梭在这个不同角色之间 cosplay 可是如果呢他自己整合不好 他常常自己就会怎么样 自己打嘴巴很有趣 我们来讲讲不同的星座 第一个呢叫做太阳卧月亮的双子座 双子座是那个呢嘴巴上永远最勇敢 但是行为上非常保守的 他可能在外面跟你一起呢讲女权运动 在骂老公骂男友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 老公男友回来叮咚 他就会怎么样拿拖鞋给他们穿 倒茶给他们喝 开始做出小女人的动作 这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正常 他们非常习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在每一个状态之中 都维持很愉快轻松的状态 不要让自己感觉不舒服 不要让对方不舒服 那另外一个呢双子座它非常的容易怎么样 就是报喜不报忧 所以呢如果你身边朋友是双子座的 他每次都跟你讲好的事情 那你要小心 也就是他可能有一个比较隐藏的一面 都没有跟你们讲 可是那个面呢如果太久了 压抑太久了 他有的时候崩溃了 或是忽然一个情绪化 你就会知道他其实呢 是有秘密的 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呢 处女座 处女座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们有两个特质 一个叫做 喜欢说反话 另外一个就是呢 他会一边挑剔一边包容 喜欢说反话呢是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喔 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如果 这个处女座喔 他们呢可能会跟你讲一些反话 比方说 你看情人节到了我老公喔 他就是不送我这个礼物来 也不请我吃大餐啦 好小气喔 他除了打扫家里带小孩 接受我们上下班 然后呢做菜 然后整理房间 洗衣服以外什么都不会 但其实他想讲的就是 我老公好棒棒 超贤惠 要不然就是他跟你抱怨完 老公呢很节俭之后呢 他又开始抱怨 厚 你看结婚20周年 他请我吃大餐啦 这个什么什么餐厅 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 太太看了好心痛 但是你就知道他在学医药 他的老公花很多钱请他吃饭 但是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能够直接 赞美一下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奇怪 那另外呢就是呢 处女座很喜欢一边挑剔 然后一边呢又包容 比方说 他会一直跟你说 老公偷吃 男友偷吃 女友不干净 哪里有个问题 可是 他的关系却一直存在 欸 他们可以接受 像有一次呢 我跟处女座朋友去吃buffet 那这个 他觉得这个buffet不是很好 其实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好 可是呢 欸像我们 就会选择自己想吃的 就好了 但处女座的朋友很奇怪喔 他就一直拿 一直拿 然后吃完 这个不好吃 我就觉得餐厅很难吃 这个真的也很难吃 可是他一直吃欸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一边抱怨一直吃 可是 这个部分就是 处女座非常可爱的地方 他也许想要验证 去确认 好 再来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朋友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大家都说他们很花心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不花心 他们只是要找到 了解他们 支持他们的配偶 所以如果这个配偶 能够支持他们 给他们很大的自由 其实他们没有很花心 就你要了解他 另外就是呢 射手座很奇怪就是 他们很爱讲道理 讲大道理 但是他们不擅长沟通 也就是说 他可能会常跟你讲 教育的理念啊 政治的理念啊 宗教的理念啊 可是 实际上 你回到他的生活里面去解释 你就觉得 好像他也没有做到欸喔 另外呢 射手座呢 他们对时间的这个部分 是有一点点 时间有一点落差的 就是说 他往往会把 时间想得很宽松 他应该可以准时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往往很容易 不准时 或者就是取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往往都觉得 他自己好像都可以 可是其实到了 快要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他才发现 欸好像不可以耶 我接太多事情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取消 最后呢 来看到是双鱼座 双鱼座 我觉得这个是细经啊 真的是跟他们相处 是非常愉快的 他们情绪变化很多元喔 但是双鱼座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特点就是 他们其实很注重小细节 常常很多人说 他们很敏感 但是呢 我觉得他敏感 不只是感情 而是物质生活上 他们也会很敏感 比方说买东西吃东西 小细节他们会 不输处女座喔 他们会发现什么东西 可能会更好 他们也会比较的 另外呢 这个双鱼座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蛮坚强的 为什么呢 当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会给自己一百个理由 说服你 说服他自己 当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也会讲一百个理由 说服你 说服他自己 所以 其实双鱼座如果可以 那么有弹性 他很坚强的 比方说 双鱼座朋友可能会 在某一段时间告诉你说 我信某个宗教 所以呢 我要找教徒结婚 身为朋友的你 你会说好我支持你 结果呢 过了不久之后呢 他分手了 他开始跟另外一个 可能是外国人 不同宗教的人交往 然后就告诉你说 我最近交了男朋友 什么宗教什么样 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 懂得真爱的人 因为呢 我能够跨种族 跨宗教 来表达我的爱 然后你就会觉得 没有错啊 我也很支持你啊 可是好像跟你之前讲的 不太一样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双鱼座 非常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们能够因时因地 制宜做调整 好 以上就是想来跟大家分享的 十二星座的特质 希望大家呢 都运用一点点观察力 跟想象力 来观察我们身边的朋友 不要呢 只是就是 刻板印象去批评 我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欣赏 别人的特质 我们也会懂得 怎么样的方式 跟他们相处 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 更顺利 更愉快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